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談談婦女 在懷孕期間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今天我們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不希望發生,但如果真的發生到的時候 我們都要知道如何處理 在懷孕期間作流產,甚至流產的時候 我們可以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去幫助妇女身體的狀況 流產的定義 通常是在懷孕期的28週內 流失了嬰兒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謂流產 通常出現是初初三個月 第一週是第一週 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當然如果嬰兒是胎死腹中的時候 流產就會自動出現 就算不自動出現也好 很多時候婦產部的醫生都會建議幫他刮工 在我過去遇到這種情況 通常都叫病人不要太急 自己身體會自動做 每個婦女都會認識驚期 驚期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幫你流產 自動做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可以試用同類療劑 通常人父懷孕到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發現 任仇嘔吐已經沒有了 而發現乳房本來漲漲 又慢慢消失了 再查查發現 嬰兒好像子宮沒有繼續增大 所以懷疑有機會 可能嬰兒已經胎死腹中 接下來可能有些流血 有些下腹部有些抽痛 或者背痛 這些早期的症狀 這些情況就會越來越厉害 直至胎兒排出了 當然也有時候 胎兒的胎盤一部分就留在子宮 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流產 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會痛 流血會持續很多日 這些流產出現的痛 可以跟懷孕30米的痛 差不多這麼厲害 有時候突然之間 有些人會覺得痛得很厲害 然後流出了血 血塊的症狀 大家估計 這個已經出現了流產 在同一個療法 我們在這方面 有些扮演什麼角色呢 有機會在作流產的時候 可以適合用療劑 令到它不會流產 當然真的流產之後 善後用療劑 幫它身體把胎盤好好的 全盤排出來了 有什麼療劑可以考慮呢 第一就是生甘車 Aneka Montana 這個什麼情況可以應用到呢 當你是因為受了跌倒 或者打倒 碰到 撞傷 出現流血和痛 這個很明顯是因為受了傷 作流產 這個就可以立刻用那個生甘車去處理 有機會可能處理了之後 就停止了 這個問題停止了 另外一個就是癲劑Baladonna 癲劑的症狀通常就是 當你是憤怒之後作流產 表面的症狀 頭是紅紅 面紅紅 脹脹 血就先流流 背痛又頭痛 OK 還有那種痛 像是生甘痲的痛 是來得很急的 突然之間很快來的 還有一種感覺 盆腔有很多東西要掉出來 臉紅紅 脹脹頭痛 這就是癲劑 癲劑Baladonna 紅 好像大宗在那裡 磅磅磅 那種脹痛的感覺 另外就是肚根 肚根rieben 症癲劑的症狀 那種 Katherine 作呕作门 伸一条舌头很干净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呢 流出来的鲜红血 这就是肚根的症状 在这情况下可以有机会立即使用尿剂 另外一种是蓝星麻 colophyllum 蓝星麻会有任妇过去经常流产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可以平时怀孕的时候 就快吃了这个colophyllum 蓝星麻 这个症状是突然之间的背痛 然后痛就去到腹部的两边 这个通常你会发现 子宫想去收缩 但收缩得来有少少血大 不够力 colophyllum也是用在有些孕妇在生死的时候 生不出 用力 总之腹部的子宫收缩是收缩得不够力 我们就用蓝星麻帮助他删得顺利 查理斯王子也是用这个疗剂是顺利的 就是顺利出来 当时英女王也是这样遇到这些问题 当然其他医生想要开刀 可能要用保护 结果皇室一直有一位同学疗法的御医 当然他有很多医生 但一定包括一个同学疗法御医 当时御医的名字是Sir John Weir 他遇到这个情况 被英女王一剂同学疗剂 Colophyllum 蓝星麻28C 一剂之后很快查理斯王子就顺利出来 另外一首是Clamour Miller 羊金曲 Clamour Miller通常是一种情绪 很激动的情绪 很生气 在流产时都是这样的 哇 紧张得死呀 不停地大声大骂 怎样都安保不了 这就是一种经常见到的孕妇会出现 Clamour Miller 如果这个情况 情绪为什么这么怪 不能处好他 说什么他都没用 这个是羊金曲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Sabina 圆柏Sabina 通常都是 第三个月突然之间作流产 通常都是 第一个症状出现流血 小腰的部分又痛 这种痛可以环绕身体去前面 由背部痛向前面走去腹部 这种是圆柏的阵形 血多数是红的 鲜红或者有些血块 另外一种是黑蜜 Sakele Sakeleconutum Sakele 也是第三个月的作流产 通常病人体质比较虚弱 比较青白的体质ィ deb but 但记住 Sakele 黑蜜的主义程度 是在és 作弹 黄疮痛 还有大量的黑刀 黑的血 黑色 Sabeena is Apecat是很鲜红的血 但看到的血是很黑的血 就会想到黑蜜的尿剂 接着就是蜜如湿 蜜如湿差不多经常用得着 CPOficinalis 通常蜜如湿的人平时比较紧张、敏诊 好像不太理睬人 冷冷淡淡 通常肌肉松散、腹部的肌肉松散 很多时候有肚腩很容易 还有经常肝门有下衰 肌肉收缩得不太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预防流产的蜜如汁 最后这种是甲迷皮 英文叫做viburnum opulus 甲迷皮 英文叫做creme bark 拉丁文叫做viburnum opulus 甲迷皮 这种症状的痛是由背脊开始 亦是Sapina 由背脊转弯向前 向腹部向前 然后向下腿 大腿下腿上落 这种痛症状 我们想到是viburnum 早期流产 经常好像突然遇到这种感觉 这种痛症状 由背脊开始 然后是弯转 伸到向腹部 然后向下腿走下去 这就是甲迷皮 viburnum opulus 主要的症状 creme bark的主要症状 虽然在华人期间 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流产症状 我们也会有一些疗症状 比如刚才有两种疗症 可能会稳定胎儿 或者如果真的不要惨了 胎性腹中要安全地 和完整地排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疗症状可以帮助 就变了不许一定 要经过这些 侵入性的手术 才可以处理得到 所以疗症一定要常备在 在家中的时候 才可以随时用得着 我们在陆畅健康店 已经准备了很多疗症 套装 亦可以供大家 做一个有备无患的处备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查询我们刚才提及过的 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余姨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